第21集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青木上君虽说在三界之中 是出了名的神秘 但也不至于有了家事 也不为外人所知吧 更何况有谁不知道 那九重天宫的景昭公主 青睐于她 又怎会有女仙君 敢如此大胆 景昭面色惨白 看青木没有反驳 神情更是幽怨 她抬了抬手指向后持 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身影 青木 她唤你什么 你何时有了 有了妻子 似是极艰难 才把最后两个字 从嘴中吐出 景昭眼眶微微泛红 眼中满是不信 景昭面色阴沉的 看向青木 冷冷的哼了一声 而一旁站着的景见 却在女童睁开眼的一瞬间 感觉到了一丝 微微的熟悉感 揉着眉头 使劲打亮起后池来 青木的身子也是一僵 面色古怪的看着后池 见她抬黑的模子 紧紧地盯着自己 叹了口气 摸了摸她的额头 揉了揉额尖的碎发 神情宠溢溢 好了 别胡闹了 静昭何曾见过她如此身态 眼底花过了一抹冷意 指尖微微紧缩 朝后池看了看 突然眼睛一亮 不屑得道 哼 如此浅薄的先例 想必也是遗传自你母亲才对吧 青木面色微沉 感觉到后池的身子僵了僵 按道 不好 果然 她已经转过了身 坐在青木怀中的姿势 变得极为端正 一双眼 懒懒的紧张 神情中透着说不出的玩味 明明是七八岁的孩童 却突然让人生出了一丝 凛冽杀伐之意 静昭被这目光对上 斗然一愣 静倒退了两步 说不出话来 公主说得不错 也许我这微弱的灵力 还真是因为如此 只是 公主这一身先例 也脱避于此 还是不要妄言为好 青木 走吧 威林的小脸淡淡地 吩咐了一声 垂下了眼 不再出声 警戒一听这一话 神色大振 烟底划过了一丝亚异 能对青木如此称呼 还说出这种话 难道他是 这孩子是旧石家的小童 刚才称呼不过一句玩笑话而已 公主说话 还请自重 青木神色冷淡地望了景昭一眼 台步就走 景昭听得紫言 脸上清白交加 又带着隐隐的惊喜 一阵委屈 他不过说了句实话而已 这小童也太过不知好歹了 竟说些不知李叔的话 他贵为天地之女 怎能有人敢和他相提并论 只不过是旧石家的小童而已 你何必如此看重 我对你的心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更何况 他到底是哪家的孩子 如此不懂规矩 不顾景剑拉过来的手 景昭朝向他扬眉的景昭看了看 心底有了底气 朝已经走远的青木应声道 众位仙君看向气势汹汹的景昭公主 暗暗叹了口气 这一情况 看起来明显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了 藏青色的人影停了下来 低声的轻叹 微不可见的响起 青木转过身 目光灼灼 看向景昭的面上 带了一抹凛凌 景昭公主 她的事 青木做不了主 景昭被青木冷冽的声音 惊得一颤 看着青木怀中 坐得稳稳当当的后池 眼底划过了一抹怒意 叨 有什么做不了主的 你分明就是偏袒于她 难道她还真的是 你什么人不成 仙界无岁月 若是青木想等她长大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想起此 景昭眼底的冷色更深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仙 也敢和她整 景昭公主 你真的 想让我向你行礼 后池从青木怀中跳了下来 伸了个懒腰 慢慢地朝景昭走来 一双眼斜斜上跳 暮色的流光四溢 有种惊心动魄的沉染 哼 你这小童何出此言 以我的身份 难道还受不了你一离 似是被女童眼中那种 看如蝼蚁般的随意所刺激 景昭眼神微缩 一甩长袖冷声道 景昭越看越觉得 这女童和大泽山上的后池 神态与弃剑有几分相似 见景昭如此要强 心下一集 准备上前说和 却被景昭拉住了一百 青木带着女童很知不同 看来她们关系不一般 让三妹措措她的锐气也好 我还没有见过 敢如此不把我们放在眼底之人 看见景昭眼中的怒意 景昭也只得暗下心神 仔细打量的女童 大泽山上的后池上神神力浓厚 也不是这么一副模样 更何况从未听说她和青木上君有何瓜葛 也许真的是她猜错了 我的毅力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受的 景昭公主 你可不要后悔才好啊 后池站定在景昭面前 抹黑的毛子里突然染上了说不出的意味 嘴角一扬 说完最后一个字 她微微弯下肩 滴下了头 极淡的一个礼 若不是她摆出这么个姿态来 根本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在行礼 不过一个小小仙童而已 我 竟招见小童低下了头 虽然这里有些格外的轻 也就懒得计较了 只是她的话还未说完 一阵惊雷声就陡然响彻在天空中 雷声枕震 竟有种毁天灭地的威严感 璀璨的光芒划破天际 直直的朝着景昭的方向而来 众人举惊 还未反应过来 景昭就已经面色难看的 接下了这雷霆的一击 唯有轻目不动声色的看了后池一眼 面露惊叹 众仙见此情景 皆是面色古怪 雷电乃是仙界司制天雷的上军所控 可这天雷上军就算是吃了豹子胆 也不敢把天雷往景昭公主身上劈呀 而且这威势 这力量 就算是和妖族交战时 天雷上军恐怕也没这么卖力过 这突降的天雷来得也太稀奇古怪了 虽然景昭接下了这一击 但雷霆声却依然未断 无边无际的雷云竟是在这辽望山上 集聚着一道又一道的雷电劈了下来 看着越来越多的雷电 景昭的面色变得苍白起来 神情更是阴沉 该死的天雷上军 他在干些什么 景昭望着连绵不断的天雷 惊惧地说不出话来 他是承受之人 比谁都能切身地感受到 那天雷之中所藏的审判毁灭之意 只是这三劫中 有谁敢审判于他 众人望着一道道披下的天雷 面面相去 却忽视了那有史之中 都未将头抬起来的小童 景昭被天雷声突然惊醒 他看向景昭面前的女童 朵然间似是明白了什么 面色大变 上神之威竟能震慑至此 这突然出现的天雷 根本就是由三界制衡之力 自己生成的 景昭真是糊涂 这三界之中 能受得了他一礼的 屈指而熟 也不过才三人而已 从古至今 从没有人敢让那三个人行过礼 所以也就根本无人知道 上神之威 竟能以天敌之力为制衡 尊崇至此 若是他不抬头 恐怕就算是父皇来了 也不能让这惩罚之雷给停下来 景昭朝咬牙抗衡的天雷的景阳 和面色金黄的景昭看了一眼 急忙走了几步 听到后池的面前 弯下腰在众人惊疑的神色下 极郑重地行了一礼道 设妹无状 还请小神君不要计较 警戒定会禀告父皇 日后定当严加管教 若是可以 以他和后池的尴尬身份 他真的不想在众人面前朝眼前之人低头 只可惜 时不待他 景昭实在是过于任性了 这声音极低 却也极为诚恳 后池挑了挑眉 微一抬一眼 见识大则山上的见过一面的景戒 明白他估计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抬起了肩 连看都懒得看景昭一眼 走到庆母身边 牵起了他的手朝山巅走去 景戒 你告诉他 若哪日他还想再收我之礼 只管说就是 在女童直起身的一瞬间 天上奔腾的雷电瞬间消失 一切归于宁静 仿佛从未发生过一半 众人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面面相去 这小童到底是何来历 她的一礼 竟能引出天雷降下 惩罚于受礼之人 景昭四世想到了什么 神情骤然一变 猛然转过头 看向了牵着青木手的女童 面色变得惨白 他是 他是 他居然是 景昭抬起手 话还未说完 一道灰红的金光 直直的从山巅处直射向天际 方若连苍穹都被划破了一半 怒吼声从金光中传出 千里之内 百兽沉浮 金光夹着庞大威慑 一瞬间 席卷了整座山脉 神兵将士了 不知是谁 男男的 低语了一句 迅速消逝在 威严的怒吼声中 大哥 我一定要得到 这羊枪 若有阻挡 哪怕是神兽 我也照伤不悟 璀璨的金光下 景昭冷冷地看着天际中缓缓出现的虚影 神情凛冽